每次都說,那些菜不要太鹹,不要太肥 大眾師傅都要知道,這個鹹,肥和糖 就是為何我們出家人有這麼多糖尿餅 你看看現在這些,吃兩大碗白飯 就要吃一些紅米飯 是不好吃,紅米飯就不好吃 但是她的身體一上了四五十歲 她開始化解那個糖分,就很容易患糖尿病 糖尿病來,血壓高,血壓高就是心臟病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要關心一下飲食 飲食好像業力一樣,吃一下吃一下,她不覺眼就來了 所以現在你看到幾個老師傅,不是糖尿病就是心臟病 其實全部都是跟飲食有關的 飲食這個學問,希望大家明白到 然後菩薩從五明中求,她有一個原因 第一就是醫方明,醫方明就包括飲食 因為那個身體,如果那個運行 能夠通透的器麥能夠通順,人的智慧就高一些 還有那個人的心量也會大一些 那個心量大,那個我汁就小,那個人就沒有那麼煩惱 沒有那麼多悶症,為什麼人的悶症呢 她的心量狹窄,那個自我忠心強 於是慢慢形成了,飲食就更加令她的筋骨閉塞 自然那個思想就閉塞了,人就多病痛 一多病痛的時候,那個煩惱就容易生 人就更加小器,一小器的時候 那些執著就來了,一執著就來了 那些煩惱就起了,於是那個心色就很慘了 所以為什麼看到人的那些分泌 那個人為什麼突然間的情緒會控制不到呢 那就是身體已經開始出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關於修行的事呢 又不是全是 他有時候身體會影響那個修行 有時候就是那個修行會影響那個身體 它兩樣就是互相牽連的 所以為什麼菩薩這麼重要的醫方明呢 所以醫學常識呢 我們都要所謂狗病成名醫 一個人病得多 都不會越病越蠢 越病得多的人 如果執著心沒有,智慧心高 他學得的東西多 因為他用自己來做身心體驗 但是那個人病得多的人 但是那個人病得多的人 他越病得多的人病得多的人病得多的人就瘋了 就吐了 那這個就很危險 病 其實十方諸佛 就將病作為自己的大善知識 修行人無病,無病則自驕 但是一個人越病的時候 就是自己修行的機會 這次我們有位師傅 真的進去都已經 快到心臟都停了 香港幾乎是全球一個迫不得了的地方 即時能夠救到的機會都好未 幸好他就是在安老院住 自己立刻按鈕 一按鈕 馬上跟他進醫院 但是你說叫他打電話找那些監護人 足足沒有一個人打到電話 看那個表給他們打,他沒有法子打到 當然離不及了 馬上我進醫院,那就救了 但是那個自然的心態裏面 就是一返一幅 當他有一個感覺的時候 哇,那種痛苦慘得不得了聲 大喉插進氣管裡 幫助心臟呼吸 在那一刻的時候 每一秒鐘、每一刷 去煎熬他那種呼吸 所以人命在呼吸間 其實在這一刻裏面 如果我們平時的人 懂得如何照顧自己的念頭 這個禮拜六就會講系念 怎樣叫系念呢 一心系念 因為這個念頭就是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是一接受了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 馬上第六意識就起一個接受的感覺 而在這個接受的其中裏面 如果我們平時不是系念阿彌陀佛 就是系念著那個光 在那一刷羅裏面 你無法把持 升天堂落地獄 就是你感受那一刻 所以越生病的時候 你就越要把持自己的正念 如果你的正念、系念 是強於那個感受的陳景、念的時候 你就可以壓制著那個煩惱念 讓它不起 你的光、你的正念 以及你要生起一種心 就是得未曾有 這種痛苦痛到這樣也有 痛到那麼辛苦也有 你想想下地獄做畜生做餓鬼 那些畜生拿一些熱水來錄它 來拔牠的毛 現在我們吃雞 怎麼吃呢? 那隻雞進去一格那裏 那條頸 卡住它剛剛到那把刀那裏 那把刀就這樣一戒那條頸 看隔壁都不用幾秒鐘 你都未曾斷氣 那些滾水、大雨水就滾下來 馬上它有機器跟你拔毛 然後一把刀就湯在你肚子裡 拿著那些腸 不用三分鐘 那隻雞就乾乾淨淨地走出來 我們就咫咫咫咫咫咫 它可能那個雞鬼 還在看著自己的身體 還在恨的時候 我們已經咫咫咫咫咫了 越新鮮越好吃 出街人就沒有這件事 不過我們是灌什麼呢? 是灌它的那種 火燒、水浸、 拔毛那種的痛苦 我們是否會沒有機會呢? 不知道 過往生中的孽完全不知道 我們的煩惱一起的時候 你就知道 如果我在那個系列不清晰的時候 就在自己墮落那一刻 或者在病虎煎熬 那個第六意識的壽 要出現 平時的分別意識 一向都用慣了 這個人害我的 人家害我的 整骨我的 這個是怎樣的 你的心色是多過 別人關心你、愛顧你 你覺得是沒有的 這個世界全部的人都整骨你的 如果你的念頭 平時在一個分別裏面 對這個意識是重的話 到了你的第六意識 一接受這個痛苦的時候 你馬上第七色 就拿你那個潛藏 第八色的種子出來 你在那個床上躺在這裏 完全就好像推了你到床底 你在自己的心色 那個黑黑黑的境界裏 就覺得 人家在陷害你 其實全世界在救你 但是你的心色 因為你習慣了用第七色 去分別那種境界 你就用那種平常 習慣了用功 去生煩惱的那種境界 作為你臨死的時候 那一刻去分別 感受那種痛苦的時候 所重一聲的分別意識出現的境界 所以叫我們系念 系念著阿彌陀佛 系念著那個無量光無量壽 系念著正土世界 就是讓我們堅持 不斷 平時都習慣 覺得每一個人都是阿彌陀佛 每一個人都是菩薩 所以我們叫阿辛菩薩來 每一個人做錯事 你都有一個包涵 別人有什麼錯誤的事情 你都要去感受別人的境界 把別人的所謂自他交換心 把別人的心和自己的心交換 每天的人的心情 一同你相處 汪寒海量大量的人磁場的氣質 這個人的我執一定少 罵人少的 他的心是磁疑的 就算有煩惱 一會兒就過了 不讓他系念 現在我們系念的光 還是系念的煩惱呢 系念的煩惱就很舒服 一直系念 你這個人怎樣 我弄弓 是要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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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著你,你眼尾都不看他 這個葉障和你宿生的葉源這麼重 你就天天念著你的仇人 有個慈悲的佛你就不念 到了你真的手忙腳亂 真的要在那一刻的時候 你有什麼王牌拿出來呢 就得到一些煩惱 所以為什麼古人 一觀你的相 就知道你修行修到哪裡 有於內就形於愛 一個人煩惱,一個人執著 一個人經常起一種 月病的時候就越辛苦 那些葉就來了 如果你不懂得過葉關 不懂得重葉輕暴 你多危險 所以我們說以重靠重 馬上提醒他 走去提醒他 你知不知道你多幸運 你根本就死到鬼門關 有這麼多醫生、這麼多道具來救你 你知不知道 佛陀知你用功這次來考驗你 如果你經過這次的災難 這麼大的痛苦的時候 你能夠懂得灌注阿彌陀佛的綱 即時燒無量億劍 百千劍的生死苦輪 用功人馬上醒悟了 他馬上醒悟了 但是你平時都不用慣功 都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學佛的時候 你聽不入腦 你自己有自己一套 這些人 容易患老人之外 是很大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那個人不斷去撿住 所以如果你一發覺 誰是你的冤家 你快點把自己未死之前 心識立刻把它分析好 如果不是 那個不是你的冤家 你也當他是冤家 那個冤家可能是救了你的 你就以為他是冤家 所以恩人就當仇人 仇人就當恩人 恩仇都不清 那種大痛苦到時 真是無奈無奈 所以為什麼這個醫學常識 是令到我們的身體撞 身體一撞的時候 人的量度就大一點 人多病痛 你也要原諒他 他一定是小器一點 執著一點 為什麼呢 那些魔障 病魔侵妖 那些魔障 趁你病就拿你命 趁你有病就拿你命 趁你窮人就立刻拿回你的舊債 來追債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大家要參與一參 不要以為自己能走得走得走得很威風 不要以為自己能走得走得很威風 但自己能走得很威風 沒有人能走得很威風 人命在呼吸間 一轉瞬間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何時要走的 如果不儲備自己怎樣走的方法 所以病的時候有個好處 痛的時候有個補助 辛苦的有個好處 什麼呢 來啊來啊來啊 死就是這樣了 死就更慘過這樣了 那麼慘的境界 還能不能念到佛呢 那麼慘的境界 但是更痛苦恨這個人 恨這個人 而一腳踢到他走 那種境界 還記不記得佛呢 不要緊 你恨人也不要緊 恨人也不要緊 在恨人也不要緊 在恨後面的 全部都是佛光 那你就很快被光照破了你的煩惱 就不會被煩惱霸佔了你的心 所以說是念是念 就是要時時念慈悲 阿彌陀佛那種的光 那個無量光無量壽 念著壁畫 念著淨土的世界 那就將這個慰土的世界 種種的境界化解 所以有病千萬不要怨 有病千萬不要怨 越好修行就越多病 去雲老和尚沒有停過病的 被人打的 受很多苦的 經過很多災劫的 所以為何有些人收拾 為何你師父病的 他不明白 他完全不明白的道理 所以我們第一就是要學醫學常識 第二就是要知道醫學常識 是令我們的身體能夠可以那些氣脈通順 氣脈通順就是助長我們的心識通明 心識通明在修行裏便得心應手 反過來講我們的氣量大 自我便執著少 人入道便快 分析力強 誤道的境界便深 反過來一返一回 都是相應的 這種境界有多如意 今天跟大家講過醫方明 不是說我們出街人 現在的出街人 不知何時開始 就是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做 自己總之就是靜靜地 這樣就叫出街人 這樣就多了很多人 第二天你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凡夫 我們是薄地凡夫 我們牧師以來的業很重 你受不受得那種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警戒 那種警戒是什麼 那種警戒是什麼 人家住重林 住了三十年 發心慰祥住 做種種的事務 收起福 宿生過往 在佛法裏面 自己能夠獨立明了 獨立通信 那時候用功 關上門用功 將自己的資糧 重溫一次 以及檢證一次 將自己所學的東西 與自己的心色是否相應呢 我持咒的時候 我念經的時候 是否與我的道相應呢 我考驗一下我自己的意志 是否能夠是唸到這個佛呢 是否能夠靜下來呢 如果不是 你根本是蒙茶茶 煩惱重重 貪真痴萬言 就未放 貪坐著不用動 貪別人供養你 憎恨別人不學你一樣 妒忌別人 那些警戒完全 痴戀著 究竟你是在睡覺 還是在參禪 不知道 不清楚 自己都未明白 所以不是經過一番寒切骨 就枕得梅花撲鼻香 歷朝的祖師 能夠入到禪堂好好收 如果他過往那種境界 不是有這樣的刺帝 自我把持能力強的話 很危險 但是我們不是天天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想 那是否可以 他有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醫方明之後 我們要有功考明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心色 如果沒有訓練 如果沒有東西進行 過程 他就像呼吸一樣 他會繼續移動 他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那腦內 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想一下內容 前後後後後後後 我們又要兩堂功課 又要過課 又要過課 要你灌注佛的境界 平时就这样灌注,如果你没有功力都不够 所以又要你耕田,你继布,或者你去做衣服 以前的和尚人做物,做什么,庄严所有坛场 你看西藏密宗的喇嘛 画画,建屋,建筑,雕塑,能够做铜器,赌瓷器 所有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懂 你随便要懂一样的,用来什么呢?用来调和我们的心 看来令我们的心智,在系念的过程里面,是有秩序的系念 在制作一样东西出现的时候,是有方法令它出现 历朝我们中国的丛林里面,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保存这么长远呢? 以前丹真和尚将我们所有的,无论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中国传统,我们的佛教的一切,包括如何印经,如何黑字 如何去做雕塑,全部都是我们出家人自己做的 怎么会交给在家人的?现在就不是了 化完钱之后回来,叫人们搞定就算了 一号眼,二号鼻,三号嘴 我爱过文书,爱过普言,是三尺高的 整个阿弥陀佛都无所谓 大概四尺领 还要做佛像才建屋 那个功效明,如果你不懂的时候 你根本在系念的心识里面,你是念烦恼 你多了,你多了意识,你做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呢? 你对这个宇宙万有生起一切的境界,你都不明不白 还要问在未生起以前,你的本来面目 生起以后,你都蒙茶茶 还要去未生以前 念头未出现以前 你只是被念头以后的境界,已经令你头云生起 你怎样懂得看念头以前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把念头以后的境界,一切通达的时候 毫无执着 你明白吗? 一个人通明的时候,你怎样会执着呢? 你对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 一看,这个这样,烧果火了 当然了,他找泥都找错 为什么会执着呢? 这张纸,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打磨的时候 你一个人一通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执着 不过但是,最惨的是通不完 通不完的那只 通不完的那只,就叫做执小小办代表 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就是因为有些通不完 而自高自大的人,就把他掩抹了那些通的人 那就不如不要去通了 大家不要去通了 不懂事才是威衰 除不知不懂,就多于不知罪 更多于无知罪,两个罪 很可惜,这个巧妙,大家不明白 什么叫公巧明,什么叫医方明 恩明,什么叫恩明 你说话要有逻辑 前言不对后语,说出来全部一塌糊涂 说话全部都不知你想说什么 兜二百个圈兜来兜去 完全不明白 这件事为什么出现的恩由是什么 这个缘是怎样的 我现在想跟你做什么,很清楚 一起念头,一起两句子 句句精彩都自自清晰 三分钟已经整个画面解释给你听 前五后十底稳内 内外密密密 这件事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统领大做呢 为什么要统筹大家呢 就是因为你在一个恩明里面合乎逻辑 你做事就完全在一个逻辑里面来处理 一个人在一个行政随 完全安全的河辑中的规矩 你根本不用修行 你本身就已经从修行相应 就看你做事,统筹一些东西 已经搞到全世界都烦恼重重 那你就要参考一参,你没有恩明 因为你没有恩明 分析的能力,事故,你处理问题 就一直在那些人事上 这个人很坏,这个人是怎样的 这个人当然了,又缩骨 这个就省了,这个就整天弄我 这个是什么 全个心态根本不在那个恩明里面去想 不在一个逻辑去想 叫人做事 或者是怎么去安排一件事 或者是怎么去统筹一变事 沙那么散,头昏身行 这就要学 为什么要学恩明? 恩明不只是用来说话 恩明是用来统筹一切大众 但是恩明很难学 因为它是一个结构 你这个人有料 你自然知道它的结构之后 你套入你所有万事万话里面 你也是有恩果有程序 所以简单的恩明 我想大家都要独立听一听 医方明、功巧明、恩明 还有一个声明 音声 我们不只是说唱赞真的唱得好听 不是 是你出言吐语 一个真的音声 你说一句话好像作诗 好像作词 完全文理清晰 就是所有的文章写得通透 前五后十 所以这个声明 除了唱诵之外 你在表达的言词里面 都是要非常通透 原来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令到别人听你所表达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诸佛菩萨 乃至到那些圣者 要赞叹佛陀的境界的时候 所用的计语 真是凡天都生大欢喜 所以你看《华严经》 一切赞叹我们的法身如来 法界观的时候 用尽最优美的歌词 最优美的言词 最优美的解诵 优美的构图 来赞叹如来的无量的殊性功德 令人听起来 生个欢喜心 到最后修的内鸣 从我们的修养 和我们对悟道的刺帝 我们种种的境界那种的安排 无论佔悟、顿悟 我们都能够知道 如何是悟、如何是迷 什么叫烦恼、什么叫悟 佛与这个十法界 一切圣上、种种是你恩果 都能够通透明了 又能够自己依法而分修 既在这个修辞当中 又能够契悟这个果证 这个就是内鸣 一个出街人 一个学佛者 如果本身对五名 事但一名不明了 根本就不能勃入菩萨之论 连入菩萨的论 不是说进去做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一个学者 一个上求佛法下度众生的一个学人 如果你想学菩萨 而没有这五大功德来助成你 你根本连踏入去行菩萨的那个机会 都是一个门外汉 所以不好 我也不明白 中国为什么佛教走过去 走过去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学 不停地顾着自己的就是修行 如果每个都这样 我们中国的佛教还有今日 如果没有发生的 还有今天这个地位 我们还能够坐 你本经都没有人用写 那么你怎样看英文 都没有人讲话 你怎样去听到法 难道你真是这么厉害 做独角 无私自 自然自 都不明白 为什么佛教 沦落到现在要这样 但是一做事的人 为什么又会执着在那个名利我执 种种的我相又执得这么紧要 所以无论我执也好 凶忘也好 这些都是令我们堕落的 但是如何走到中道呢 又做到事 又不执着 又能够收到行 又能够利益到众生 既能自利 又能利他呢